曾是香港当红校生,抛弃女友取笑20岁娇妻败光人聘后沦为走学艺人。 从有电视机那天起,观看电视剧就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。 前些年时,由于我们内地的电视剧产量还不够高,所以很多的电视台就相继引进了一些香港、台湾等地的电视剧。 其中游历香港的TVB剧最为盛行,比如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视剧,如《金之律念》、《拖枪师姐》、《霍原甲》、《独心生探》、《寻秦记》和《最大金之》等等,现在想想简直多倒数不过来,这些电视剧可以说是伴着我们八十、九十后的青春一起走过来的。 随住这些电视剧的热播,也让我们内地的观众认识并且喜欢上了一大批的香港演员,而《拖枪师姐》中饰演成风的魏俊杰就是那个年代最红的一位。 魏俊杰最让我们观众们熟知的角色,应该就是《拖枪师姐》里的高级督察成风,和《秋香怒点唐伯虎》中的才子周文斌,还有《最大金之》中的诗仙李白了。 回想起当时引进的TVB剧,真的步步都算得上良心之作了,即便放到现在也毫不过时。 每次这些曾经追过的电视剧在被提起时,都会有再去重温一遍的冲动。 回归正题,魏俊杰是当时无限电视台力胖的男明星,在香港的人气也非常的高。 每年都几部电视剧的拍摄机会,而且几乎步步都成了经典。 1998年魏俊杰和滕立民在《拖枪师姐》中相遇并互生好感。 腾立民是这部剧的女主角,在剧中扮演初出茅庐的小警察陈三元,而魏俊杰扮演的督察陈锋是三元的上司,后来日久生情慢慢地发展成了情侣。 电视剧拍完之后两个人从戏里也跑到了心外,就这样一直相恋了九年,他们也成了香港观众最喜欢的CP之一。 提起彭立民,常看港剧的朋友对他一定也不会陌生。 除了《拖枪师姐》的陈三元,他还在《寻情记》里饰演了女扮男装的杀兽善柔,而席渊陆里的杨丹凤和《雪山飞湖》中的《念桑青》也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可以说他和魏俊杰不管是事业还是样貌都还算挺登对的。 006年年底,魏俊杰北上重庆拍戏,在一次聚会中结识了当时正在重庆读大学的张丽华,两人马上就一见钟情了,从那之后就开始经常出来约会。 2007年7月,魏俊杰出面曾经分手传闻,表示与滕丽明姻缘进而分手,但绝非因为第三者。 2007年10月25日,张丽华来到香港与魏俊杰相聚并开始同居。 2008年1月21日,魏俊杰与小自己20岁的张丽华在重庆登记结婚。 两人由相识到善婚只用了一年的时间,而相恋了9年的滕丽明却只落得个曲终人散的下场,每每看到这里都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 魏俊杰结婚后发简讯求前任复合,张丽华业会单车选手遇离婚。 结婚两年之后魏俊杰喜欢一女。 不过女儿的出生并没有让两个人交停下来,先是因为魏俊杰不满网友在其微博上面提及旧爱滕丽明,而和网友展开骂战。 后来网友展升级张丽华也加入进来,并发文嘲讽滕丽明我前世越来越多但又死不了,看到个名字而已,激动什么呀? 难怪人家不要他,明智。 这种贱人趁早撇低,否则后悔一辈子。 虽然魏俊杰之后坚称说是黑客所为,但明眼人都知道其实就是他老婆前的。 腾立明与魏俊杰分手时,始终维护对方,坚称没有第三者。 不过魏俊杰的一再的无耻行为,腾立明终于怒了,发微博物指魏俊杰曾经在婚后发简讯给他求复合。 这则微博士在2013年6月发出的,若不是真的觉得对方太过分忍无可忍了,腾立明怎么会在分手6年后才开始骂魏俊杰呢? 张丽华这边也没有显著,27岁的他被拍到夜会前港队自行车名叫邓红叶,还牵手搂腰在黑夜中散步。 遇到这种事,想必谁都会气炸吧? 之后就有记者拍到魏俊杰夫妇在当街吵架,而且一吵就是十多分钟,根本不顾有旁人在场。 在那之后更传出两人面临离婚的消息。 魏俊杰思虑在三之后还是决定要挽回这段婚姻,为了修复夫妻关系,也为了女儿有个完整的家庭。 他咬牙豪至1700万港元购入西贡北港村别墅送给老婆,还打算跟老婆实施二胎计划,以此绑住嫩妻。 难怪在被问到夫妻关系时,魏俊杰笑着说,之前小风波而已,OK了。 魏俊杰种种的负面新闻让他很快地败光了在香港的观众园,落得个无戏可拍的地步。 被逼无奈的他只好来内地淘金,参加各种级别的商演还有剪裁活动。 谁知否及泰来,据魏俊杰自己透露他在内地发展的这几年挣了不少钱,我在TVB做了很多年,2008年离开的时候连买楼的钱都没有,但是在内地发展了几年,就买了两层楼。 魏俊杰在14-15年两年间,接50余次商演,每次大约为10万元,那总数就是500万元,20个钱才每次大约5万,签名会十次每次约3万,还要加上他在内地拍了两部电视剧,每集约10万元。 粗略统计其他两年的收入大约也有1400万人民币了,收入确实比他在香港时要丰厚好多。